大家好,我是傅冷方 今天我听到了比较不好的消息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人去世了 他叫周友光 他是汉语拼音之父 他主导建立了汉语拼音的系统 虽然我没有荣幸去认识这个人 但是他对我特别有影响 如果没有他,我肯定学不会中文 所以这个视频是为他拍的 今天我要拍一个打汉字测试 你觉得我打字比你快吗? 我觉得我打字肯定比你快 我们看看,你肯定会非常的惊讶 Let's go 开始测试 我还没有,我完全没有做过这个测试 所以呢,Let's go 改成两个分钟 哦,冰灯是流行于中国 哎呀,流行于 中国北方的 哎呀,北方 哎,北方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形式 因为独特的地狱优势 黑龙将可以 说是制作冰灯最早的地方 传说在很早以前 每到冬季的夜晚 在松嫩平原上 人们总会看到三五成群的农夫和渔民 在欧然 在欧然 呃,优然 自得 自得 的 为马 和 薄鱼 补鱼 他们所使用的照明工具 就是 用 用 冰 冰 做成 的灯笼 灯笼, come on 这便 是最早的冰灯 当时呢 制作冰灯的工艺 也很简单 把 水 放进木桶 里 冬成冰 图 OK 七十七 KPM 呃 我觉得 还可以 我打英语 大概 呃 九十个 单词每 每 每分钟吧 这个七十七 我觉得还行 呃 七十七 characters per minute 如果你觉得你可以做得比我好 那 来挑战吧 然后截个图 我 我现在有一点想 呃 讲一讲这个 周有光的 影响 因为 可能你不知道 这个拼音 对我来说 真的特别重要 如果你把一个语言 就 想 想成 一个语言 就是一个钥匙 如果你有这个钥匙 你可以打开这个门 比如说 呃 你想了解法国 法国就是一个门 对吧 然后你想 想了解法国 那你肯定要学习法语 对不对 这是你的钥匙 这是你法国的钥匙 就是法语 你可以进去 那 中文呢 呃 中文就是拼音 拼音是中文的钥匙 所以如果你知道拼音 你可以 进入中国 那如果你没有拼音 如果你是一个外国人 然后直接看汉字 你 What the f 如果你没有这个钥匙 这个世界 这个门 永远都是一个谜 都是 不知道在 不知道这个门的后面有什么 我不知道中国有什么 所以拼音就是这个钥匙 如果你没有这个钥匙 呃 你就得 撬锁 我们 我们都不想撬锁 你知道吗 我记得一开始水洗中文 我有一个写字课 就是第一 第一个水期 一句话都不会说 我们有一个写字课 然后我一开始 特别不愿意去 我 我去了一门课 我觉得 这个有什么意义 我为什么要学习画画 我是来学习中文的 我干嘛要画画 真的感觉我在画一个草 就是 当时我就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就逃了很多课 然后老师生我的题 但是我真的觉得 中文就是画画画 如果我没有拼音 根本水不会 我也不会培养对汉字的兴趣 现在想起来可能有一点搞笑 但当时真的就是这个感受 我认为世界的和谐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是 语言 欧洲联盟有 五千三百个翻译者 二十八个国家有 五千三百个翻译者 为了避免误会 为了避免误解 欧洲联盟 欧盟 就是有五千三百个翻译者 这个 你可以看出来就是 语言的顺利沟通 有多么重要 如果有一个人讲另外一个语言 然后你完全听不懂 你甚至可能以为他可能是个坏人 但是一旦你知道他在说什么 百分之九十九他不是坏人 但是我愿意相信周有光也知道这些 所以他主导建立拼音系统的一个原因 是为了顺利沟通 我们外国人可以学习中文 可以听懂你们在说什么 这样我们才会理解你们的想法 所以 拼音我真的觉得特别重要 跟你们一样 如果你比如说 你看到一个外国人 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你可能会想 嗯 他是不是在想坏事 或者他是不是坏人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这个可能 我是不是走远了 走远了 走远了 如果你不知道一个人在说什么 你可能以为他是个坏人 那如果我不知道 如果外国人不知道中国人在说什么 那 这个对我们两个国家的了解 两个国家的关系 没有什么好处 我们需要非常理解对方的意思 对方的想法 如果我们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我们不明白 这个很难做到 然后呢 发明了这个拼音以后 我们就 非 送一个这样的难度 讲到这样的难度 学习中文 所以你 你可能在想 为什么最近 很多外国人 开始在中国的网站 开始在中国的网站 说话 像我一样 有一个自己的节目 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做 你可以从这里看 1979年4月份 国际标准化 组织 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 那就 30 40多年前吧 然后 其实 外国人就是 90后 开始对中国有感情 我是这么想的 90年 出生的孩子 就是我 我是90年的 所以呢 现在 才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 会学会你们的语言 之前太难了 之前 真的太难了 所以 现在好一点了 所以啊 这个视频 是 为周有光拍的 走好周有光 平均之父 这是 对 这是 对